新娘跟新郎会在门口迎接 天啊 这个金字也太粗了吧 我今天穿着偶眼来参加婚礼 嗨吧 肉 大家好 我是Beki 现在我们在车上要去我们员工的婚礼 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在自宅办的婚礼 有一点期待 有一点觉得很紧张 那我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喜帖长什么样子吧 在越南也会发这样子的喜帖 里面也是写男方跟女方的名字 这是在他们自己家办的婚宴 5点就开席了 超早的 我们开过去大概要30分钟左右 那我们等一下就继续开下去吧 我们已经到了 新娘跟新郎会在门口迎接 在这边呢 新郎跟新娘呢 是一开始就必须在门口接客 然后跟宾客拍照 所以其实超热的 不能在里面休息 天哪 这个金子也太粗了吧 我今天穿着这个熬眼来参加婚礼 这套终于有第二次出场的机会了 越南人呢他们参加婚礼 有一些长辈也都会穿熬眼 就是其实是还蛮正式的一个服装 漂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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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下 漂亮 转一圈给大家看 这是新娘子的家 还有这么大的这个院子 这边呢 就是他们的婚宴场所 这个好酷哦 为什么要丢进去 不用看礼金 要签名一下 签名一下 签名 他办很多桌耶 要饿了 要放这个冰块 哇 可乐来了 好 今天可乐喝到饱 越南的餐厅的冰块啊 中间都会有一个洞 然后很大一个 旁边会有一个冰块小姐 一直帮你夹冰块 这是今天的菜单 总共有五道菜跟一个水果 期待一下 现在已经六点了 然后十四桌大概做不到一半 看来应该是七点才会开启吧 哭哭 因为我们这一桌还没有到期 所以一直没办法上菜 隔壁桌的大哥 怕我们饿着了 赶快给我们送东西过来 给小孩子吃 人超好的 沾酱就有鱼露 这是柠檬胡椒盐 我们终于可以上菜了 这是开胃四道菜 这是烤乳猪 跟炸馒头 炸馒头 炸馒头 开车啊 炸馒头 烤乳猪 炸馒头 我们的新娘已经进来了 一进来就要开始到各桌去照相 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 神奇的流程 我们的新娘已经进来了 一进来就要开始到各桌去照相 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 神奇的流程 我们的新娘 朋友们这里的背景音量已经到了可以报警的程度了 所以话外音就上线啦 第三道菜呢 是月式牛肉咖喱配面包 牛煎炖的超软烂 面包沾着酱汁 直接给100分 主持人发给每一桌一桶花 给你们三秒钟猜猜这是要做什么的 这是让观众打赏用的 如果你觉得台上的宾客唱的不错 就可以把钱塞进花朵里献花给他 想到吧 来吃喜酒唱歌还可以赚钱哦 第四道菜是超大的活虾 刚刚跳舞的大哥说他是渔夫 这些虾都是他早上去抓来的 从产地直接到餐桌耶 难怪胡跳跳的 这好大只哦 嗨爸 哟 可爱大哥一直来找我们喝酒 嗨 哈哈哈哈 最后一道就是泰式火锅啦 这是婚宴必备 发现越南人真的很爱吃火锅 后来我们先离开了 就没有参与到送客 这是小帮手帮我拍的影片 新娘换了一套深红色的礼服 但没有像台湾一样捧着糖果之类的 哈喽我已经回家了 刚刚在婚宴那边 根本都听不到人家说话 然后喇叭声超大的 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好好的录影片 那就想说现在来跟大家讲一讲 我第一次参加越南这种传统伴桌的一个小小的心得 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菜色其实蛮少的 只有五道菜 不过越南这边不管你是在流水霞或者是餐厅 好像大部分就是五道六道这样 就也不会像台湾这么多 然后最后一道呢一定会是火锅 那我觉得今天的菜色我觉得蛮好吃的 就味道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第二点就是今天是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拌桌嘛 因为都是坐在室外 所以也会比较热温子也比较多 那两姐妹呢就脚都被盯了超多包的 第三点呢就是习帖上呢写今天是 LÈ VU VE 应该用中文说是余龟燕 但我也不太清楚习俗是怎么样 不过我觉得流程超奇妙的就是 从头到尾新郎新娘还有双方的父母都没有上台 就主持人开场然后自己唱了一首歌之后呢 就开始是宾客上台轮流的高歌 就觉得今天的主角到底是谁啊 那第四点呢就是 洗帖上是写五点开洗嘛 但事实上大概到了六点半左右 人才稍微比较到齐了一点 我们隔壁桌呢比较早坐满 所以他们就提早开始上菜 结果呢等到我们要开始吃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吃完了 不是统一的上菜 而是你先到齐他就先开始上菜给你吃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参加越南传统婚礼的影片啦 如果你觉得哪一个部分特别有趣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那我们就下一期影片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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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